第一时间正在直播浏览国内大事 百秒天下为您梳理国内焦点新闻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 天舟二号货运飞船完成空间站组合体阶段全部既定任务 已于北京时间3月27号15时59分 撤离空间站核心舱组合体 天舟二号是中国空间站关键技术验证阶段 发射的首艘货运飞船 于2021年5月29号 在海南文昌发射场发射入轨 为空间站送去6.8吨物资补给 天舟二号飞船载轨运行期间 进行了一系列拓展应用试验 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昨天指出 到今年一季度末 我国新能源汽车累计推广量 有望突破1000万辆 新能源汽车关键技术取得新进展 锂离子电池 模块化换电等取得积极进展 人工智能算力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同时 新能源汽车在质量安全 低温适应性等方面还存在一些不足 电动化与智能化 网联化的融合发展 还需要持续深化 农业农村部近日发布 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举措 今年将大力推进种植业绿色发展 高质量发展 建设100个绿色防控线 持续推进化肥农药减量增效 加快推进生物农药替代化学农药 集成应用生态调控 生物防治 理化诱控等综合措施 减少农药使用次数和使用量 中央财政将继续支持各地开展绿色高质高效行动 据国家医保局消息 2022年2月 门诊费用跨省直接结算 覆盖范围进一步扩大 全国63个统筹地区的 826家定点医疗机构 启动高血压 糖尿病 恶性肿瘤门诊放化疗 尿毒症透析 器官移植术后 抗排疫治疗等五种门诊曼特病 相关治疗费用跨省直接结算试点